现代人读到古代的时候 以色列人杀灭罪恶的民族 连妇虏都不放过 会觉得十分的残忍 这绝对不是残忍的做法 必须要知道 在这一次的战役 报复米甸人 引诱以色列人背离真神 陷于淫乱 摩西果断的命令 杀死所有的男孩还有妇女 以色列虽然在战争当中得胜了 但是他们却没有顺服 留下了米甸的女人还有孩子 结果后来因为米甸人 重新的聚集势力 受到很大的试炼 神的话语是非常严厉的 所以不能够按人的判断 来顺服这个夫事内格 属神的百姓 在个人的事情上面 应该要把饶恕和爱 放在前面 但是如果关系到神的荣耀 那么就需要果断 真正的信仰 不应该受到感情的左右 而应该宣求神的旨意 并且按神的旨意 勇敢地去行动才对 地下宣传